第55回 郭大哈和黃玉在房裡聊聊天 聽到有五個人進了院子 後面那四個牛膏馬戴 穿了身光頸靚 看來很嫖悍、很神器 但是跟他們前面那個人一比 這四個巨人就變成四隻雞仔 其實前面那個人就不算得比他們高很多 不過有種講不出的氣派 他就算站在一萬個人裡頭 你還是一眼就會見到他 這個人昂首闊步 頭惡惡 連門都不敲下就大搖大擺走進院子 好像整個剛剛打完仗回自己家的將軍 黃玉當然知道這裏不是他家 郭大哈也知道 他本來準備衝出去 如果有麻煩上門 他一定是第一個衝出去 不過這次他一見那個人 即時就馬上縮回頭 黃玉一見就皺了眉頭問 你認識那個人嗎 郭大哈點頭 那個人 就是金大帥 黃老大 你認識他的嗎 不認識的 不認識的你又怎知道他是金大帥呀 這個人 如果不是金大帥 誰是金大帥呀 呃 啊 那边的月桂和卯丹都要淋一下水才行 草地又要剪下了 那帮跟班又说 这边的树脚几张藤椅 应该换成石灯了 顺便收剪下那些树枝 黄玉站在窗口望着外边 忽然间就问郭大厦 喂,这里究竟是哪个家屋啊 郭大厦就说,是你的嘛 唉,我本来都知道这里是我家里 直到现在我有点蒙茶茶了 郭大厦就忍不住想笑 之后就皱起眉头了 啊,怨七为什么还不出来呢 或者他跟你一样 见到金大厦就心虚了 金大厦又不认得他 他什么事会心虚就可以了 黄玉就眼眨眨眨 想了一阵突然间问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厌七打暗器的手法都算得一流 接暗器的手法当然也都不错了 那他为什么自己不去找金大碎 一定要你去呢 哦,郭大厦真的被他问住 哦,黄老大厦 我,我又真的没有想过 那你为什么不想想 哦,因为 凡是他要我做的事 我都好像觉得天经地义 应份去做那样的 黄玉看着他 就猛地拎头了 就好像大哥哥看着自己的小弟弟 一个被骗了堂仔的小弟弟 郭大厦就想了一下就说了 黄老大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厌七自己不去找金大碎 是怕着金大碎会认出他呢 你说呢 呃,郭大厦都还没回答 突然间听见金大碎在外边大声喝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是什么人 诗诗叔叔躲在屋里面自知不知不知 还不快点出来 黄玉又看着郭大厦 昨知就慢慢 拉开房门就走出去 郭大厦既然不肯动 就唯有他动的 那么大碎见到他 就瞪大眼问了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你躲在里头 磁磁磁磁做什么呀 黄玉说 我根本就不用躲在 你又管不到我磁磁磁磁 做什么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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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我就是这里的主人 我喜欢坐在哪里就坐在哪里 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 一个人在自己家里 就算喜欢脱了一条裤放屁 人家都管不了 哈哈 黄玉平时说话就没那么刻薄 现在好像专专要杀金大帅的威风 谁知金大帅又没生气 反而笑 他上下左右看了黄玉几眼 哈哈哈哈 这个人果然像是个姓黄的 黄玉说 我不是像姓黄的 我本来就是姓黄 哈哈哈哈 看来你派黄玉带黄潜石的儿子了 黄玉一听反而恶了 黄潜石的确是他父亲 不过没什么人知道黄潜石这个名字的哦 多数人都只是知道黄玉先生的号叫黄日齐 知道黄潜石这个名的人当然是黄潜石的老友兼死党了 黄玉态就即时变变得客气很多 就试探一下问了 黄下 懂得家父吗 金大帅没有回答他的说话 等等声走上回廊 那郭大哈这间房的门是开住的 金大帅就头额额地走进去 大大牌牌一坐就坐在椅子里 坐在郭大哈的面前 嘻嘻 郭大哈就额着小少了 呃 你好 金大帅就说 嗯 一样的了 总算没被人击死 咳咳咳 郭大哈就干咳了几声 你 你找我啊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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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这里的时候 你都怕还没出世 哎呀 金大帅这个人的肚子 好像装着整肚火气那样 郭大虾就不是怕他 只不过觉得实在有点心虚 无论怎么说 自己昨天都去滚搞过他 金大帅做的那一手 实在令人服帖 那个教训就一点都没错 反正郭大虾没有其他法子来对付他 那么三十六着就走为上着 他就脚一动 純着金大帅的眼睛就很尖 即时就看着他 站住 郭大虾就唯有消气气了 嘿嘿 那你既然不是来找我 那你要我留在那里做什么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我有话问你 哦 那你问吧 你们晚饭吃什么 他问的居然是这样一个问题 郭大虾就忍不住烧了 哦 我先头就闻到红烧肉的味道 大概是吃粥笋烧肉呢 好 快点开饭 我肚饿了 郭大虾又打个突了 哎呀 现在有点搞不清 谁是这里的主人啊 接着听见金大帅就渴生了 叫你开饭 还站 sangre 葛大虾看看黄沁 黄沁好像什么都看不见 什么都听不见 葛大虾唯有说 唉 是要开饭 我都舀到苦苦声 饭开了 果然有花じゃ 这么大岁 没有客气 照坐在上座 黄玉和郭大虾都是打橫相陪 金大帅刚刚举起筷子 忽然又问了 还有人呢 哎呀呀呀呀呀呀 为什么还不出来吃饭啊 郭大虾就说 有两个人病了 不吃得饭吃足啊 哎呀呀呀呀呀 还有个没病的呢 富贵山中的事 他知道得这么清楚呢 郭大虾就不认识了 哎呀呀ish 还有个没病的 好 好像在随房里头 现七的确在随房里头 他不肯出来呢 就说过啊 因为太污糟 所以不想见人 既然他这么说 郭大虾就照听可也 事关于他再问 燕七就會眼瞪瞪瞪,燕七一眼瞪瞪,郭大哈就腳都軟了,聽見金大帥就問,他又不是徐房貓,因什麼事縮在徐房裏呢? 郭大哈就說,唉,好,那我去叫他,誰知他剛剛站起,燕七已經砸頭砸腦地走進來,好像本來就縮在門口偷聽那樣。 金大帥一見他,上下左右拉了幾眼,坐啦,燕七居然真的頭砸砸地坐下,這個人今天突然變得這麼怪的?好,吃呀,金大帥說完,即時就自己咫咫咫咫,狼吞虎煙,風捲殘文地一下就咒了幾碟送菜。 郭大哈就幾乎連新筷子的機會都很少有,等那些疊底全部向天,這麼大碎才放下筷子,一雙虎虎有威的眼睛,從黃毓就看到郭大哈,從郭大哈就看到燕七,忽然間說,你們去打我的主意, 主意是誰出的,燕七就低頭,我,哼,我就知道是你,燕七的頭就低得更加低了。 然後金大帥就看著郭大哈,你接得住我五發連豬蛋,這種手法江湖中已經很少見了。 郭大哈忍不住小少了,嘿嘿,慢慢地過得去那樣,這種手法是誰教給你的? 黃毓就搶著說,是我,金大帥說,哼,我就知道是你,我不只知道他是你教的,又知道你是誰教的。 你父親教這種手法給你那時候,還講了些什麼給你聽啊? 黃毓說,什麼都沒有說,因為這種手法,不是他老人家傳授的。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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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說謊!你可以聽到我說各種話, 你確實不會聽到我說話,金大帥就閉大眼看著黃毓,過了很久他才問,如果不是你父親教的,是誰教的? 我都不知道是誰教的,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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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不知道的?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金大帥又看著他,過了很久,熟聲站起來,就叫黃毓跟著他走,他噔噔聲,走出院子,黃毓就滋滋悠悠跟著他尾,這個人今天好像又變得有點古怪,各打不由得嘆氣,細細聲跟演出說了。 唉,我現在才知道這位大帥是來做什麼的,我破了他的連珠彈,他的心很不服氣,所以想來找教我的人比試一下。 他一字講,就一字站起來,演出就立刻問,你想做什麼呀? 郭大俠說,嘻,黃老大腳傷還未曾好,難道我看著他和別人? 演出就立刻打算他說話,你最好還是先坐下,為甚麼呀? 你難道還未曾看出,金大帥是來找黃毓,不是你呀? 不過黃毓的腳,唉,黃老大是接大帥的連珠彈,不用拿腳的嘛。 夜色清朗,金大帥這陣時看著黃毓走過來,忽然走走眉頭,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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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這隻腳! 黃毓就冷冰冰說,我很少拿腳接暗器,我還有手。 好,金大帥忽然伸出手,即時就有人遞上金弓皮袋。 金大帥一手拿起那堂金弓,就在這一剎那,突然這幅路滿天金光閃動。 在場沒有人看清他是怎樣出手的。 郭大一見,就倒數一口氣,嘻,這次金大帥出手快過上次很多呀。 宴七就說,或者他不想幫你買棺材才這樣。 他竟然不肯出手殺我,那為什麼要出手殺黃毓呢? 難道他和黃毓有手? 這個問題連宴七都回答不了。 他雖然已經看出金大帥這次來,實在是有個很奇怪的目的, 還猜不出這個目的是什麼。 就在郭大哈擔心黃毓的時候,忽然間,滿天金光就不見了。 黃毓照舊沒事的站在那裡,手上那兩隻網兜就裝滿了那些金彈紙了。 也沒有人看清他用什麼手法,甚至根本看不清他的出手。 郭大哈就暗暗沉沉沉說了。 嘻,原來黃老大的手法比我高明這麼多。 現七就說了。 嘻,這種手法不是一天練到出來的嘛。 你以什麼一天就學齊曬呢? 難道你以為自己真是天才嗎? 喂,我不理那麼多。 不過這種手法缺竅,我都算認識了啦。 那全靠因為師父教得好而已。 嘻,師父當然好了。 這徒弟都不錯啊。 不是我早就入了棺材了。 啊,現七看著這個郭大哈,忽然就嘆氣了。 唉,你什麼時候如果改了吹牛這種毛病,我就…… 就怎麼樣? 哦,是不是就說那個秘密給我聽先? 現七聽他這樣說,就馬上不出聲。 事關他們說了十幾句說話。 金大歲還站在院子上。 黃毓又是站在那兒。 他們兩個人,我看你啊,你看我。 又過了一大排。 金大歲忽然一下子扔了手上那堂金弓。 神神聲地走回入屋。 噔聲,出力蹲了在椅子上。 現七和郭大哈也坐在那裡看著他。 又過了很久。 金大歲忽然間大聲叫了。 таких表現心嚴。 哎呀呀,咻呀呀! 酒吧!您難道從來不會喝酒的咩? 郭大哈就笑了。 郭大哈就笑了. 嘿嘿嘿嘿,來不中,贏ła兩杯咯啦。 不過很少喝,你南天最多是喝四、五次而已。 喝得又不是多少而已,一次最多是七八斤而已,酒情已经上了桌子了,不过在未搞清金大帅的来意,各大客人哪个都不想喝醉,但是金大帅就没有你那么好气,自己咀咀声就先喝,他喝酒真的有些大帅的气派,一按着颈,咀咀咀,就是一大碗的了, 他都喝了,那郭大客人怎会甘心落后呢,他咀咀声又喝了一大碗,而他喝酒的样子,看来迟早有一天都会有人叫他做大帅的,金大帅看着他年气喝了七八碗酒,就忽然间小笑说,嘿嘿,看来你一次真的喝得到七八斤酒那样啊,郭大客人就射一眼,射住他, 你以为我吹牛的吗?你本来就不像个老实人啊,我或者不像个老实人,知我是十足十个老实人,那你的朋友呢? 他们更老实过我,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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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我的手法,真的不是你老爸教的。 本來黃毓的老爸就不懂功夫, 他的功夫是一個蒙著面的神秘人教他的, 但是金大帥說不是,究竟是什麼回事? 要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